ok 今天是5月12号开始今天的视频分享 今天我这边仓位所有的都没有做任何的变化 所以这个大家看一下 这边ok差还有3500刀 盖来欧这边有100451万刀 这个老鼠最近比奥迪跟赛斯长多一点 可能会回来一点点 但是其他的像密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标的都 整个市场都处于一个表现非常平淡的一个状况 目前这个状况还是那句话 如果觉得这个市场比较无聊的话 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就是转一下注意力 没必要花太多精力在这个市场上面 毕竟在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也不会有很多比较好的项目跑出来 这个是很难的 在目前这个阶段 可能还需要耐心的去等待一段时间 可能这个时间可能会有长达 算上之前的可能长达两个月 这个是需要一些耐心的 ok 今天就讲这些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特殿 Mona 请在视频尔网留言 再见